我们要健康 在地村民大声疾呼 要留住健康的心声 为了反对花莲幸福 打算委托台泥 使用水泥窑来燃烧 花莲地区生活垃圾 花莲休林乡和平村民 从上午就聚集在 台泥和平场大门口 拉起白布条表达反对决心 我们的诉求还是一样 不要将我们的汇气物 烧在我们和平村 危害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健康 生命 财产 和平场已经烧了水泥 也烧了森煤 火力发电厂 再烧一个汇气物 你要我们何弃何从 环保局回应 目前花莲县内的垃圾量 已经囤积一万两千多吨 无法处理 所以希望能跟水泥业者合作 用高温水泥窑来焚烧垃圾 强调不会有污染疑虑 也会引你回馈经济制 今天就最主要的 就对这个BOO案 做一个在地方上 做一个公厅会 让民众了解 整个的原有 及所需要的一个机制 让民众来了解 公厅会完毕以后 还会依照这些 出席在地民众的意见 我们都会纳入在 我们将来签约的条件里面 不只是要回馈地方 还很重要的一点 全台湾都有垃圾问题 大家都认为垃圾丢掉以后 就解决了 没有 进了焚烧炉以后 也没解决 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 台泥愿意跳脱出来 面对这个事情 但环团也提出想法 认为既然标榜 联污染 联排放 环保局跟台泥 应该要提出明确数据 工厅会中台泥也提出树花改和平段通车之后 将进化把和平场区转型成为开放式的绿能场区 但抗疫民众无法认同 要求环保局跟台泥应该要尊重原机法 先得到部落会议认同再谈下一步 原始新闻找到BIT华林秀林采访报导